张 получить一个残酿的 文字还能满意 声音韩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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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天就回来呢 在新年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 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 Bose-Einstein Condensation 好 那我們今天到底要講什麼呢? 那稍稍就是說複習一下我們去年講的東西 我們去年講的一個最重要的東西是 Macroscopic Occupation 那因為其實事實上只有在Ground state會發生 所以我就直接寫成N0 那N0的定義基本上是這個樣 N0的定義是Limit V趨近無限大1 over V OK 再來的話呢基本上就是Ground state 所以有多少個particle number 那這個的話因為太常寫了 所以它有比較簡單的一個寫法 這個N0的話 事實上是等於1 over lambda exponential 0減掉1分之1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稍微化解一下 它就會變成是這個可以被寫成是1減掉Lambda分之Lambda 事實上是我自己也習慣性會把它寫成Fraction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個是N0 所以你可以在後面除以一個N再次乘上一個N 那寫成Fraction的好處是 其實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幹嘛了 因為當我今天說我把V趨近無限大 事實上我是把N也趨近無限大 那兩個東西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你是holding something constant 那在這裡的話事實上你是把N跟V holding constant 所以它事實上是這一個 所以這一個極限可以被改寫成是Limit N趨近無限大 OK 1 over N 然後這個的話呢是Lambda 1減掉Lambda 那有時候這一個東西我們會把它叫做F0這樣 就是Ground state的Occupation fraction 所以在這邊其實很重要一個概念是 我們現在不太去在意它的Occupation number是多少 而是說它的Fraction是多少 那只有Fraction不為0的時候 其實才會出現好玩的現象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今天把它寫下來 它其實基本上是一個constantN 最終其實是看F0是不是0 所以either你要看F0或看N0都是一樣的 那記得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在正常的gas裡面 N0或F0事實上都是0 OK 就是當你system取得無限大之後 所以這個是我們上次教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這一件事情會發生 那你們課本提示提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提醒大家一下下 這件怪事發生呢 I probably brought this many many times but let me put it one more time 這一件事情之所以發生是發生在 N差不多等於NQ對不對 的地方 那這一整個regime 事實上都是 我們現在就不用再說它是Q版了 我們知道這裡發生什麼事 這個事實上就是BEC 就是Bose Einstein condensate right 那你們課本決定呢 就是從這裡出發 就是給一個差不多Fax的N0 然後去看這一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的好處是什麼呢 這個區域的好處是 It's simple OK 所以非常有利於教學 可是如果你是勵志要做物理學家的話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對一個物理現象其實 你不見得是要在最簡單的地方去了解它 你應該在什麼 你應該在最關鍵的地方去了解它 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事實上真正關鍵的地方是在這裡 那如果你要去了解這個紅色的圈圈 其實你才有辦法真的去了解BEC為什麼發生 可是我們先從簡單的開始講起 就是說在T等於0附近 finite density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你知道這個其實並不是一個特別特別 如果你是對BEC有興趣 不是一個特別特別好玩的地方 因為其實在這裡 它其實已經在這一個 所謂的這一個Face 這個象裡面 非常非常深的地方 它已經非常的BEC了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黃色圈圈這邊你還不懂的話 其實你是不太可能了解這裡發生什麼事 OK So let's see what happens there So what we have in mind is basically tau is almost 0 就是 tau差不多都是等於0 那為了讓所有的計算是 是可以handle起見 我們現在假設就是說 n is large 所以就說n很大 那in some sense v是 macroscopic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最後發生什麼事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先去看一下 就是說ground state的μ是長什麼樣的 那在這邊如果你今天可以稍稍想像一下 在 tau差不多是0的時候 其實n跟n0事實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那我們知道n事實上是可以被寫成是 summation s1 over lambda exponential ok 再來的話呢是ground state 或者說本來是ε s3 tau減掉1 分之1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知道在 tau差不多趨近0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particle 幾乎都是在lowest orbital 所以這一個summation基本上呢 只要去包含最低最低能階就好了 那如果是最低最低能階的話 它其實事實上你可以假設它其實差不多就是0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1 over lambda 它減掉1分之1 OK 那你可以把它導過來 所以你就會得到1 over n 那在這邊的話呢 就會差不多等於什麼 就會差不多等於1 over lambda減掉1 所以這個是你從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說almost all particles are basically sitting on the lowest orbital 這是在tau差不多等於0的狀況底下 你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個關係式 那這個關係當然可以直接很容易解過去 你就把它直接加過去 然後再把它導過來就好了 所以這個加過去之後 你就會得到1 over lambda等於1 over n 再加上1 或是equal to n分之n加1 所以你就會得到lambda其實差不多等於 n加1分之n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這個當然可以被展開成1減掉 n分之1 這個是你在這裡學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事實上lambda是非常非常逼近什麼 非常非常逼近1的 那我們知道lambda等於1的時候 事實上你的boss function就會變成singular 可是lambda其實是非常接近1 可是不是1 所以在這邊你會發現lambda是1減掉一個infinitesimal 這裡的infinitesimal多好 這裡infinitesimal quantitative就告訴你 它其實事實上就是1除以n 非常的簡單 那1除以n是不是非常像一個infinitesimal yes 因為ntypically是10的23次方 所以1除以n就是10的-23次方 10的-23次方在物理學上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number and in this place it plays the role of infinitesimal so there's something pretty cute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那其實你如果對這個就是有點不太放心 你真的就想要去看一下說不行 我對lambda還是不太熟悉 我一定要把它寫成mu的話 那你可以反過來再去看mu 因為lambda事實上就等於 exponential mu再除以ta 所以它其實事實上是告訴你什麼 它其實告訴你說 mu除以ta其實就等於loglambda 或者是你倒過來寫 它就是mu事實上就等於ta 然後再乘上loglambda 那你就把它寫下來 它事實上 今天的lambda呢 是等於1-1 那因為是log1-1 所以你直接把它展開就好了 log1加x就是x 所以log1-x當然就是-x 所以你把它寫下來之後 它其實就是-tau除以n 所以這是mu 你就會得到mu其實事實上 最後呢 是非常非常像0負的 如果你把n曲進五線打 那在這裡的話 其實我不是倒特別建議你把mu寫下來 因為其實事實上 你要很小心一件事情 就是最後在boss function裡面 最後產生singular 沒有錯 結果lambda等於1的時候 mu就會怎樣 mu就會等於0這樣 可是因為這個例子舉得不是很好 因為這個例子事實上是在 tau差不多趨近0的時候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非常吊詭的事情 就是說我如果先把tau趨近0 或者是先把n趨近無限大 它們兩個之間其實事實上 可以產生一些數學上的問題這樣 這是為什麼就是說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其實只是幫助你們了解 就是說在一個bc裡面的phase lambda會發生什麼事 lambda事實上就是 在finite n的時候它不是1 so everything is well defined 可是當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呢 它會怎樣 它會以小於1的方式趨近1這樣 那mu的話呢 它不是0 可是呢 它會在n趨近無限大 它會以這個小於0的方式趨近0 OK 這個是基本上就是說 在這裡你學到的 就是lambda基本上 是等於1 minus 然後在這裡你學到的 其實就是mu等於0 minus and that's the two things you need to learn basically 可是在這邊因為其實它牽扯到 你可以先把tau趨近0 或把n趨近無限大 它其實還是可以有數學極限上的一些問題 那我只能在這裡就是直接跟你保證 就是說 這個是因為這個例子不是到完美 OK 這背後沒有任何意義 意思就是說 你事實上不需要把tau趨近0這樣 其實整件事情最重要是在這裡發生的 所以 其實你只要 比如說你把你的例子舉在這裡就好了 比如說就一個kelvin 會發生什麼事就好了 OK 那這個 從這裡應該學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lambda的確是可以非常非常靠近1的 那那件事情跟它非常逼近0溫是沒有關聯的 那因為你 其實我本來是完全想要跳過這個例子 可是因為你們課本很快樂的 花一整頁講 那你們總是會讀到這樣 那 這是比較罕見的說 我覺得你們課本舉的例子有點 隱喻失憶這樣 就是 嘿這個是有點典型的 就是為了讓它變很簡單 所以可以造成困擾這樣 所以我還是要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BEC是發生在finite temperature 它跟靈溫是沒有關聯的 靈溫是可以產生一些怪異的事情 可是那件事情跟BEC無關這樣 BEC不是因為靈溫產生的效應 到我們今天上完之後 你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圖像之後 then you will understand OK BEC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靈溫 純粹是因為particle 之間發生的一些事情這樣 嗯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By the way 我印了十份講義這樣 所以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我就把講義送你們 可是你拿過了 你還要問問題嗎 就是我問問就是 那個對於Navis 就是沒有交互作用的 它的那個critical temperature 是不是只跟它的濃度有關 就是跟它的密度有關 跟它的種類是什麼 沒有關係 嗯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critical temperature 就是說我上次其實有 跟大家偷偷講一下 它事實上是 N等於2.612nq這樣 這個Nq 會跟M有關 Nq的定義 會跟M有關 所以不同 即使是non-tracting boson 它其實只要質量不一樣 它們的compensation temperature 是不一樣的 好 那你從這邊可以算得出來 就是說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Nq 如果你把它寫下來的話 它其實是等於Mt除以2pih bar平方的2分之3次方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用同樣的N 我如果M越大的話 T會越低 M越小T就會越大 那受到這一個非常簡單的公式的誤導 所以MIT的教授們 在一開始想要去製造Atom的BC的時候 他們當然想說 M越小T就越高 就越容易做成 所以他們第一個選的是誰 結果元素周期法最輕的元素是什麼 是輕這樣 所以他們選擇輕去做BEC這樣 那就在大家全部都拿完諾貝爾獎之後 那個group終於做出來了 所以這個背後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玩的story 本來是禮拜三要放給大家看的 就是BBC拍的一個document It's really interesting 就是 可是因為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字幕版這樣 所以 然後我也不確定我手上這個版本 就是我從網路上用torrent抓下來 到底是不是合法 所以我正在寫信跟BBC溝通中這樣 所以我們可能下個學期才會看吧 就是在教低溫的那一章的時候 我會放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科學史事實上是有個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說你在追求這個 所謂越來越低溫的故事是什麼 所以它在科學上其實非常的重要 然後它在故事上也非常的有趣 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 你看 不懂物理的人可能在這裡 他反而會佔優勢 這是有時候就是說物理也不要學太好這樣 就不用太在意 對 那世界上第一個做出BEC的人 如果 很想來是 很想來就是對這個 不是很在乎才會這樣 好 他們是用很胖很胖的碱金屬去試著弄下來 M是很大的 所以他們知道 tau要很低 那他們為什麼這樣做 他們覺得 選擇他們知道interaction長什麼樣子的atom B 能不能把低溫降下來 他們覺得自己低溫總有一天會降下來這樣 所以 就是說有時候 科學的進展其實有時候並不是最reasonable 所以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好 你人生中幾乎所有重要性都是這樣 所以 我不是教你們不要去評估人生 可是 這樣又被錄下來真的是很慘 可是真的就是說 我真的要給大家一個勸告 就是說 當你自己 差不多對這個想做的事情 有一定的自信的時候就好了 那時候你就不太需要去做細部評估 因為 人生 只要是有質感的東西 都不是你可以評估出來的 你可以評估的事情是包含你中午要吃什麼 晚上要跟誰出去這個 看電影 如此類的 這個都不會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OK 好 講完了 還有什麼問題嗎 所以這是這一個例子 那 如果沒有這個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再進到下一階 我們要去看一個非常非常 好玩的例子 就是 chemical potential跟這個 跟energy level之間的typical distance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 事實上就是再一次跟大家強調一下 為什麼chemical potential 這麼接近零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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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看的一個系統 基本上是說 這個是我的 ground state 譬如說它的能量是 1 雷 然後呢 這個是 excited state 能量是 1 OK 所以這是最低的 lowest orbital 然後這個是 second lowest orbital 那因為這個可能有 degeneracy 所以它不一定是一個 不過沒有關係 所以典型上來講呢 這個東西會有一個小小的 gap 這個 gap你待會會看到 其實是非常非常小 那我們現在想要去看的是 另外一件好玩的事情 就是說 ground state 為什麼這麼的特別 如果你今天系統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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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這個 ground state跟它上面 就是說 lowest orbital 跟 second lowest orbital 這兩個 orbital之間的 energy difference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如果這裡會發生事情 為什麼上面一點 就不會發生事情 整個 trick是這樣 整個 trick是說 這個雖然很小 這個雖然很小 可是 mu 跟一零之間的距離 比 delta跟一萬之間的距離 來得怎樣 更小 這個是我們待會要證明的事情 就是 一零減掉 mu 零除以 一萬減掉 對不起 一零 這一個值 你待會會看到 它是遠遠小於一的 所以以照口令來講的話 就是 chemical potential 接近最低的 orbital的程度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小於 這個第一個 orbital 跟第二個 orbital之間的能系 那這個為什麼很 surprising 就是說你其實事實上 是要把數值算出來 你才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真的非常有趣 所以為了讓我們整個計算 being very concrete 我現在先做一件事 我們先來定義一下我的系統 所以我的系統其實就跟剛剛是一樣 假設今天 我有一個ideal的bose gas 好吧 然後呢 它的volume 其實就是L的三次方 是finite 然後這裡面呢 反正你待會 我們只是算orbital 所以其實就跟那無關 反正假設就是說 你把它放N個particle 那因為我只是要算 最低最低的orbital 我們知道最低的orbital 因為es 事實上是等於h bar平方 除以2m 再來的話呢 事實上是n平方pi平方 除以l平方 那這裡的n平方呢 事實上是等於nx平方 加上ny平方 加上nz的平方 所以我知道lowest orbital 它對應到的是什麼 lowest orbital對應到的就是nx ny nz 事實上是等於 1 1 就是最低的 OK 那secondlow is the orbitals 它事實上呢 有好多個 所以它可以對應到的是 2 1 1 或者是1 2 1 或者是1 1 2 OK 所以事實上是有三個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之間的距離是多少 那基本上你這個111的話 就是我定義成10 你把它帶進去的話 它其實是1的平方 加1的平方 加1的平方 我們一起把它加在一起之後 它其實就是h bar 平方 pi平方 除以2ml平方 再來的話就是1的平方 加上1的平方 加上1的平方 OK 再來的話是1 1 那這個反正三個都一樣 所以我只要算其中一個就好了 OK 是h bar平方 pi平方 就是2的平方 加上1的平方 加上1的平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們事實上是同一個order 你也可以看得到 如果今天我就是naive的把v趨近無限大的話 10會趨近多少 如果今天在這就是很誇張的 先把就是l趨近無限大 因為v趨近無限大 你會發現這個趨近0 就l趨近無限大 你也會發現這個趨近0 所以你現在就是知道說 在這裡就是你數學要稍微好一點 你不能亂取極限 你要先把答案算出來之後才能取極限 如果你在算到一半的時候就取極限 那你最後算完就是非常trivial 你會發現說10跟100 就是疊在一起啊 mu跟10 就是疊在一起啊 所以它們三個就是怎樣 就相親相愛全部都疊在一起啊 三個都疊在一起 有誰說誰比誰靠近嗎 所以你如果是這樣做你就完了 好 那接下來算這個東西其實只是非常簡單 所以你就把所有的number帶進去 好不好 那你就帶完出來之後 delta1 define as e1 minus e0 這算出來之後有多小 這算出來之後呢 差不多就等於kbboseman constant乘上 乘上10的-18K OK in case你不知道這有多小 先跟大家稍稍提醒一下 就是說你把它降到10的-9 叫做nallocelvin的時候 就bc都發生了 所以-18就是 就是nallocelvin這樣 意思就是如果你可以做得到的話 你現在應該不會坐在下面聽我講課就對了 你應該是非常有錢 帶領一個 就走路會有風的group這樣 好 然後在國際會議給演講 所以這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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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溫度 你只要腦袋正常的時候都不會相信 這樣一點點的energy difference 會造成任何的效果 OK 可是如果你腦袋跟Einstein一樣不正常的話 那Einstein根本這輩子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所以他不會被這個嚇到這樣 Einstein從來沒有把這個東西的number帶進去 然後說這個這麼小 所以不可能有差別這樣 OK 可是另外一個是告訴你說物理不好 其實是很不錯的事情知道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兩個level差這麼這麼的近 然後你從這個phone知道L趨近無限大 它們兩個基本上就疊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說 那mu跟ε0差多近 那你怎麼去估算 mu跟ε0之間的距離 所以你現在可以想像說 如果假設你今天溫度還蠻低的時候 那你怎麼去算ground state的chemical potential 我們剛剛其實有算過對不對 在tau差不多趨近0的時候 mu在這裡事實上是等於ε0 OK 再減掉 tau除以n 所以它事實上是等於ε0 然後再減掉 對不起 kb再乘上 然後再減掉 10的-26K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我帶進去的其實是 mu差不多是0 in case you are interested tau equal to kb times 1mK which is pretty small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呢 我帶的是n等於10的23次方 那你不用太擔心 所有的這些數值在 其實這些數值你在課本上也都可以找得到 可是我想highlight其實跟大家講一下 mu0跟10有多靠近 我們其實上一個例子才講過 當t非常非常小的時候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等於負的什麼 tau除以n 那tau如果是一個mK n是10的 負10的23次方 你把它帶進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mu跟y之間的差別 就是這麼小 OK 那我們接下來算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今天很好奇 因為我知道mu了嘛 so in principle I can calculate everything 我現在如果很好奇 我來看一下 就是說我在 因為第一個 就是在second lowest orbital上面 它的particle number有多少的時候 那你只要把boss function寫下來 它其實事實上就是 exponential OK 然後是1萬 減掉mu 再除以tau-1分之1 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這個 估算一下下 它其實這個就差不多 事實上是等於 exponential 好 delta1除以tau 減掉1分之1 好 在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它帶進去 因為你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mu跟ε0事實上 是非常非常靠近的 所以你在這邊 1萬去減掉mu跟1萬去減掉10 事實上是一樣的 那你把這兩個 減出來之後是長這樣 可是這個本身事實上是非常小的 所以你又可以把這個再近似 這個會近似成 對不起 tau除以delta y 然後把它算完之後呢 把所有的值帶進去 它是10的15次方 所以這個看起來事實上 或許對你來講 你會覺得說 哇這個其實還蠻大的 對不對 就是說我在這一個n1的level 因為它非常非常靠近0 所以事實上你有10的15次方個particle 可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其實你真正在意你想算的 其實是什麼 是說在這個上面的fraction是多少 所以我如果今天想要去算 就是說這個n1 再除以n是多少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喔 這個你可以把它帶進來 它其實還蠻好玩的 這個n1除以tau 對不起 n1除以n 對不對 那可是因為我知道n1 其實差不多是tau除以delta epsilon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是tau除以n 然後再乘上delta epsilon 可是tau除以n 剛好是什麼 tau除以n 剛好是epsion0跟mu之間的差別 所以呢你可以把分子寫成 epsion減掉mu 下面呢就是1 1 減掉10 那這個數字你自己可以算出來 if is pretty trivial 那這個算出來之後呢 其實是等於10的負8 這個是整個計算漂亮的地方 整個計算告訴你什麼事 整個計算告訴你說沒有錯 雖然delta E在thermal dynamic limit V區間無限大的時候 它也逼近0 可是在同樣的極限底下 mu跟epsion0呢 它也會逼近0 兩個都逼近0 你可以問一下就是誰比較小 答案是 它比較小 它比較大 那典型上來講 就是小多小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小10的負8 所以這邊你學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沒有錯 當V很大很大 這個最低的orbital 跟下一個 就是上面一點點的orbital 它們之間的這個energy difference 是很小很小 可是有人比它更小 就是chemical potential 跟最低的orbital之間貼近的程度 比第一個orbital跟第二個orbital之間 來得更貼近 所以在這一個狀況底下 即使是在V區境無限大 所謂的lowest orbital 這一個事情在物理上還是有意義的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得到 它的意義事實上是來自於 mu跟這個orbital貼近的程度是非常貼的 可是第一個跟第二個 雖然最後區境0 可是沒有那麼貼 所以這是很酷的 OK 那也是一整個 為什麼最後就是說 會發生這麼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最後最後算出來這個f1 就是 second lowest orbital 它的occupation fraction 寫出來之後 它的expression 事實上是非常有趣的 有沒有看到 And as I promise 它事實上就是兩個energy scale相處 它是哪兩個energy scale 它是這個energy scale 跟這個energy scale 它兩個energy scale相處之後 事實上就是這麼small的一個number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物理就是 一整個self-consistent 如果你今天去看一下 如果E1 它也變成是有macroscopic occupation的話 那你整個教科書就要改寫了 Right 你就變成在這個例子裡面 你有四個state 它都有boss Einstein condensate 那如果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你真的 你就會很紅這樣 因為事實上我們就試著一直努力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沒辦法做到 如果你可以讓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它會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現象 OK But it hasn't happened yet 那原因其實就是在於這個 除上這個的比例 事實上 就是我在那邊估算一樣 可是你反過來看它就是非常self-consistent 我們現在想要去看的就是說 所有particle全部都掉到lowest orbital 會發生什麼事 那如果所有的particle都掉到lowest orbital 那你在其他orbital 其實就應該怎樣 它的fraction就不應該是很大 OK 那在那個狀況底下 的確沒有錯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確就是 fraction就是很小 So this whole thing is actually self-consistent 所以在這邊 你現在應該定量上可以去理解 整個boss Einstein condensation 發生的狀況是什麼 如果以能階來看 它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漂亮的特性 就是雖然最後這些 這些能階都會 隨著v越來越大 都會全部都疊回來 E0這邊 可是呢 mu更靠近E0 這是從能量的角度來看 那如果從靈溫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事實上lambda is a very beautiful realization of 1 minus 也就是它是比1小一點點 小多少 就小1 over n 那mu的話呢 就差不多是0 那 是多接近0 它事實上就是 負的tao再除以n 所以在某一個程度上 其實在這邊 你可以很漂亮去看 就是說 你可以把1 over n 當成是你在這個問題裡面的 infinitesimal 它不是0 可是它非常非常去近0 所以你必須要算到 你想要算的答案之後 再取極限 才會得到有意義的結果 所以這是這一部分定性的描述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一類的描述 事實上就是從低溫出發 試著去瞭解 在bc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對 我現在估算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正常的 它課本的這個數字是用helium atom 你用不同的atom的話會得到不同的值 可是只要你是macroscopic的volume 就是比如說1公分 或1公尺間方的 這樣的一個氣體的話 它的atom level之間的difference 都是非常非常小 說得很好 就是說 如果今天在整個宇宙裡面 這樣一個大的系統 我們有一個somehow 打成這平衡的一個狀態的話 那這個argument是不要重新被estimate 答案是對的 可是即使是在那個limit底下 你這個estimate出來的結論還是一樣的 你可以回去算一下 如果你是把全宇宙所有的somehow 某一種volume算進來 然後這一個density不是趨近0 是finite的時候 這整個argument會對的 你可以回去自己看一下 就是說 finite density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整件事情 最後為什麼跑到這邊來的原因這樣 可是in reality 在全宇宙裡面 它發生的事情是 第一就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就是除了microwave的radiation以外 並沒有一個特別就是全宇宙都達成熱平衡的現象 OK 就是說宇宙雖然很大 and it's a pretty nice playground for thermal physics 可是它其實幾乎每個區塊都不是熱平衡 and we should be thankful for that right 就是在地球上 如果我們這一點點溫度升高什麼什麼就很擔心 如果我們今天整個太陽系達成熱平衡 大家都完蛋了 你知道太陽系的溫度有多 有多低嗎 或者是說你知道整個太陽系的能量有多低嗎 所以 right so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assumption that you cannot approximate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那樣的問題雖然有趣 可是目前除了光子以外還沒有這件事 那光子剛好又是最簡單的 所以在光子的case裡面 的確就看到這個background的radiation yeah so that's actually right ok 很好的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你們在算熱物的時候 其實像這一類的問題其實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說當你會試著把熱物的原理 換到不同的系統去 其實你會得到很多很有趣的現象 就像說你們熱物其實已經學到這了 你們譬如說就可以回去 像剛才 除了宇宙這個問題 你可以反過來問嘛 就我們的體溫差不多都是三十幾度 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 right 為什麼我們的體溫不是譬如說一百二十五度 所以每一個人都很熱血沸騰這樣 why can we be like that 那這個問題最簡單最簡單的答案當然就說 就不是嘛 你去量它就是三十幾度 不然你要怎麼樣 那如果量出來不是三十幾度 那你不是人你知道 那這一類是非常粗暴的 生物學家回答科學問題的方式 就是告訴你說 那量出來就是這樣 不然你怎麼樣 你如果不是這樣 那你就死了 不然你就是外星人 那你既然看起來也不像外星人 你也沒有像死的樣子 所以你就是這樣 那這一類的東西其實事實上是 我覺得其實事實上是會把很多重要的科學問題給蓋掉 其實我們之所以最後體溫是三十幾度 you can actually come in from some of physics and estimate that it's coming from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我們的 cell size是多大跟我們的體溫是多少 事實上是有密切的觀點性的 所以像這一類問題你不去問你其實就不會得到答案 OK? 好 Very good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我們其實事實上從這裡已經差不多介紹了 就BC裡面大概會發生哪一些怪事 基本上在BC裡面你會發生就是 macroscopic occupation macroscopic occupation可以發生的原因是因為 物理流氧開始變成有infinitesimal在參在裡面 那這些infinitesimal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從高溫來看 就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好不好 好 那這個的話其實之前我們已經有稍稍的 布裝過了 好 就是之前我其實有跟大家稍稍講過 那我們現在就是正式的再講一次 從高溫逼近下來看一下BC為什麼會發生 關於BC這部分 你們真的要自己回去把所有的邏輯理清楚 好 那 因為如果你不理清楚的話 其實事實上 你沒有辦法說明為什麼整個BC會發生這件事 所以我們現在從高溫來看 也就是說 當我們去看一下 total particle number 其實我們一般都寫成s 就是寫成s 1 over lambda exponential 1s 除以超 減掉1分之1 那我們之前其實已經花了很多力氣 跟大家介紹過 這件事情 所以接下來 所以接下來其實下面這個東西只是數學 那我只是 再跟大家再review一下 就是這個 summation sum over s 可以被寫成是 是 √2 然後是nqv 然後再來是 積分從0寄到無限大 dx √x 然後希望你們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會再考試這麼無聊的考 你這個要怎麼convert 如果你需要用到的話 我就會給你 那我如果沒給你的話 意思是說 你可能不會用到 所以你不需要把這個 這麼好玩而重要的公式 超在某一個小超上面 如果還不小心被我抓到的話 那是絕對得不償識的 OK 嗯 所以基本上呢 Orbital的 summation 可以被寫成是 quantum configuration 乘上 volume 然後再算 算成這個積分 那這個積分 x的話 事實上是定義成 能量再除以超 好不好 所以它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 於是這個東西 這是第一個 其實你應該知道的 mathematics 那第二個mathematics 呢 事實上當然就是說 你就把它帶進去嘛 所以你就會得到 n 其實就會等於 這個把它寫下來之後 是等於 √2 π nq 乘上 v OK 再來的話是積分 從0g到無限大 dx 1 overlambda exponential x 減掉1 √x 所以我只是把它照抄而已 那通常這個式子在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一般的習慣 我們的 macroscopic occupation 其實會用 density去定義 而不是用 particle number fraction 因為在這邊 其實你naturally 會出現一個volume 所以你把它移過來之後呢 你就發現它其實 n就等於 對不起 nq在乘上 根號 π分之2 積分從0g到無限大 dx 根號x 1overlambda exponential x-1 所以這是第一個 階段性的結果 就是 你的particle number 跟density之間有這樣一個關係這樣 那你不要猜得太快了 因為這個結果是錯的這樣 所以 我沒有關係 你還可以抄下來做紀念這樣 好 那 我們大概會看到為什麼它是錯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 因為這個積分非常非常的有用 所以我們會定義 就是接下來的polylogarism的function 那polylogarism在這邊 譬如說你把它寫成g nuz好了 它其實事實上是定義成summation n等於1到無限大 n的nu次方 z的n次方 也就是它是等於1的nu次方 分之z 加上2的nu次方 z平方 加上3的nu次方 z三方 加上0.0.0.0 所以這個是polylog的定義 它其實事實上跟zeta function非常非常的接近 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今天 把z帶1進去的話 你的g nu1 其實就等於zeta function nu OK 水壓其實事實上跟zeta function 是有關係的 OK 那 因為其實接下來只是非常street forward的數學 就是說這個東西事實上等你們稍稍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可以被展開 那極數展開之後呢 剛好就是exactly等於這個極數喔 所以你會得到 就是積分從0g到無限大dx x的nu減1次方 1 over lambda exponential x減1 它其實事實上就等於gamma nu 然後再來的話是g nu lambda OK 於是 這個是你現在需要知道的所有的數學 那我只是一次全部都講給你聽這樣 那這個的話很顯然你兩個操好比較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nu事實上是等於2分之3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對fermium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你會發現其實fermium得出來的結果也是類似 只是就是這一個variable最後得出來會有個負的g2分之3負lambda這樣 所以這個是之前我們就是講過 那我就在這邊再跟大家複習一次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邏輯上的問題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計算到底有什麼問題 這一個計算有問題的原因是在於 好經過這些計算之後呢 你在這邊可以得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 因為在這邊你把它帶進來之後 γ2分之3其實剛好是根號π除以2 所以這一整個寫下來之後就得到n等於nq 再來的話呢是乘上g2分之3lambda 那很不幸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很不幸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2分之3lambda 這一個函數你把它畫出來之後 它其實事實上有一個最大值 也就是g2分之3lambda as a function of lambda 這是lambda等於1 它畫出來之後其實就是在這裡停住了 這一個最大值的地方就是zeta2分之3 數值就是等於2.612 ok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事實上是小於等於nq 再乘上什麼 再乘上g2分之3lambda 這個的話是等於2.612nq 於是你在這邊就是從頭到尾就是算完之後 結果莫名其妙的得到一個非常詭異的constraint 就是這個系統它的density必須要永遠滿足什麼 要永遠滿足就是它比2.612nq來的小 也就是它一定要比quantum concentration的2.612倍來的小 這個是你從頭到尾沒有做任何assumption 結果你最後就得到這個very strange constraint ok 就是density必須要小於等於nq乘上2.612 那如果你的物理直覺夠好的話 它其實就知道說 你就知道說this has got to be wrong 這不可能是對的 因為隨著溫度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nq就怎樣 在高溫的時候 this is probably ok 對不對 可是當溫度越來越低的時候 nq就越來越小 那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總是會小到某個值之後 你指定的n就會比它大了 那整件事情就 你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根據最後推出來這個結果 你知道這個結果一定是錯的 那於是你就應該回去看一下 就說那到底哪裡出錯了 那哪裡出錯的原因是很不幸的 就是說這一個東西 這個極速本身不是 不是均勻收斂喔 它收斂可是它不是均勻收斂 那所以 你在這邊很快樂的 實際便利便把它convert成積分的 這一個過程呢 出了錯誤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用正確的方法來做它 OK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那個 之前它上vermium的時候 它就是在 就是一樣的時候它會降關 然後它只有前面那段是 錯誤床的 對 那就是 那這樣的話 convert成積分是在 它分開很明顯的時候 是已經發生了 還是 還是 要在 那個 的時候比較 好 OK 這是很好的問題這樣 就是 如果你今天 事實上 去 看 boson跟fermium的時候呢 先不要管bc的話 你會得到for boson n事實上是等於nq 然後再乘上 g 2分之3 lambda 對fermium來講的話 n事實上是等於 負的nq g 2分之3 負lambda 那如果今天 我把lambda做圖對不對 那我去畫 g 2分之3 lambda 跟負的g 2分之3 負lambda 你會發現一個圖畫出來 就是長得像boson這個case 它在lambda等於1的地方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到這裡 可是如果你去畫boson 你去畫fermium的話呢 它事實上是這個樣的 OK 就一直上升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在這一個regime 是我們所謂的classical 那至於就是說 脫離到什麼樣的層次 才叫做是quantum 這個其實真的就是見仁見智 對於Boson而言 這個界定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因為它有個非損失選 所以就算你再樂觀 你都不能說把 有BEC叫做classical的ideal gas 對不對 那可是事實上是 即使是沒有在condensation temperature 你即使是比那個高 其實那個時候 那個東西也不能完全被 classical gas描述這樣 可是對分明而言 整個界線就非常的模糊了 因為分明而言就是真的是 從quantum gas慢慢的不像 最後變成classical ideal gas 那一整串就是連續的 那你就很難去定義什麼 什麼叫做exactly classical跟quantum的regime 所以通常一般來講 我們就不太跟這個 就是暢反調 我們通常就直接 切一個非常簡單的東西 就是叫做 一個非常神奇的字 就是只有物學家懂了 叫order one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說 只要這個是在order one以下 這叫classical gas 只要在order one以上 就叫quantum gas這樣 那order one是什麼 order one呢 就跟你個人的個性 跟樂觀程度有關 order one可以是千分之一 也可以是兩萬 OK 因為兩萬跟十二二四萬比起來 也是很小 所以還是叫order one 那如果你是非常嚴謹的數學家 你可以把它叫一這樣 叫order one 叫order one 就一 或者是 嗯 就這樣 OK 很好的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要看你是什麼樣的 the gas 如果是對helium來講的話 你可以去估算 就是說當 一個正常helium的密度有沒有 然後在一大氣壓底下 那n如果什麼時候會等於 nq乘上2.612 你可以把那個溫度算出來 那個溫度是三個Kelvin 那實驗上量出來的是2.17Kelvin 所以還滿接近的 可是不完全相同這樣 所以這個是對helium來講 那對於其他不同的 the gas system的話 他們都會不一樣 那一般現在你如果是典型上 這樣對於 一般的BC的話 你要降到非常非常的低溫 基本上你要到 nanokelvin左右這樣 所以可以差很多 可以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是在這邊 其實你們要真的 就是回去把 就是說你至少 其實回去真的要很認真 把helium算過一次 你才 你才有那個感覺這樣 嗯 OK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所以這是為什麼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在那邊可以看得到 就好像我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那個contentation temperature 的時候 m如果越小 它其實 taue就會越大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當然很希望 就是說 光子就是 boson 如果光子可以被 Bose Einstein condensate的話 就 那你們習體其實也有一體 是這個對不對 就是說 來我們假設一下 假設我們今天宇宙的 photon number 是手橫的 那你就可以算它的condensate 跟所有的東西 那可是他都特別提醒你說 這是說假設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物理界 是無奇不有的 就是說 在2009年的年底 然後到2010年 那 物理學家就是做出 人類有史以來 第一個photon的condensate so something amazing right 所以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 photon B E C OK 這是在2009年 被做出來的 然後當然是宣騰一時這樣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photon不是不可以有BEC嗎 至少我上課也是這樣講的 好 那我只是在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學科學好玩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就是為了學習 所以必須要接受謊言 跟學習謊言這樣 那等到你長大到 那個之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老師教我都是錯的 然後你就upgrade到下一個level這樣 那當你upgrade到下一個level的時候 你為了帶後面的人進來 學你現在會的東西 你就必須跟他們講謊話這樣 so that他們才可以理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等到他們跟你一樣 他就會發現 原來這個你們都在騙我這樣 那時候你可能 hopefully如果你就跑到上一階去 那就是知道更多的謊言跟 所以其實整個科學是非常有趣的 你就是沒有辦法一次定位 就是說來我們現在從最正確的物理常識 就是開始講起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就想要去extend一下自己 對Bose-Einthon condensation的了解 你可以去看一下2009年 就實驗物理學家是怎麼樣去突破 繞過熱物說 photon不可以被condensed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把photon 就是做出bec出來 Something remarkable 就告訴你 有時候就不要太相信輸這樣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去修正這一件事情 之所以這一件事情會錯的原因 事實上是因為 N0其實不等於0這樣 那我們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做的辦法是這個樣子的 從這裡出發 從這裡出發的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上次用這個不同的orbital去做收斂的時候 我們知道什麼是 我們知道這個其實基本上是等於 N0加上N1加上N2 這樣一直加上去對不對 我是symbolic 就是說這是最低的 然後這是次低的 那當然因為次低有三個 所以你就N1N2N3 譬如說都是一樣的 它這樣一直上去 可是他們在V 確定無限大的時候 其實收斂的狀況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在非常非常低溫的時候 它其實最後是收斂到什麼 收斂到N 可是其實後面這一整塊 它們是什麼 它們是阿斗們這樣 它們最後就收斂到0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這兩個的trend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對這件事情還不是很了解的話 真的就是說你可以 對我忘了 不是每個人都有notes 就是我們上一堂課有 有給大家看過 就是說一個非常簡單 為什麼特別畫出來給大家看就是 你看大家其實都是往下掉 只有一個往上升這樣 所以在這裡一個非常簡單 或者說數學上 你可以去避免掉這樣的一個困擾的方法 是什麼 就是把N0寫下來 然後呢 把後面這個s 就是變成是只有不等於0的 那我跟你講 這個在數學上是完全合法的 數學上如果一個極數最後變成一個積分 然後它是收斂 然後不會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說我偷偷把一項偷出來 會發生什麼事 答案是不會發生什麼事阿 你在做積分的時候 我突然跟你講說 那個函數上面少了一個點 會發生什麼事嗎 答案是不會發生什麼事 除非什麼 除非那也是 就是上面發生怪事 比如說上面剛剛有個delta function 你把那一點拿掉 那delta function就被掃機了 Right 所以一定是那裡有singularity 才會發生這件事情 那在這裡的話 事實上就是在 1等於0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delta function 那因為你年紀還小 所以讓我們不要用這麼 先進的方式去教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把 一項拿出來 如果所有東西都會對的話 就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那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n0很好寫阿 n0其實基本上 可以被寫成是 1-lambda分之lambda 那後面這一項呢 就可以直接造超就好了 那它最後出來就變成是nq ok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g的 所以我們的公式呢 就稍稍的 欸 對不起 我少寫了一個 因為這是n這樣 所以這個寫完之後 還要再乘上一個bottle 我導出來的是小n 是這個 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快樂的 寫一下下 那為什麼這一件事情 其實就可以拯救我們 你知道嗎 原因是這樣的 原因是 你把這個是兩邊都除以volume 左式就變成n 這一邊呢 就變成是1 over v 1-lambda 再來呢 這邊就是等於nq ok 然後是g的 2分之3 lambda 那你在這邊其實應該就可以認得出來 在這一個式子裡面 很自然就出現 其實我們以前定義過的 macroscopic the occupation 就是ending so this is something fun 那我們從圖形上來解 為什麼這件事情可以拯救你 這樣 原因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就試著去找出 我能不能把lambda解出來 好不好 所以左邊其實只是個常數 那右手邊是什麼呢 以前遭遇到的困難是 當你今天沒有n0的時候 它其實事實上就是nq 然後再乘上g的2分之3lambda 所以它畫出來之後其實就是長這樣 然後這是在lambda等於1 那這一點的值呢 就是等於2.612 再乘上nq 那如果你今天cow是很大的時候 nq就很大 那n譬如說我就切在這裡 所以你就得到一個值 可是隨著你今天溫度越降越低之後會怎樣 這一個就不不不不說到這來 所以整個曲線最後就變成是 譬如說就跑到這裡來了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在low temperature的時候 你low temperature的時候你這條線就變成跑到這裡來了 它當然還是一樣就是2.612nq 只是它變很小 然後它跟n就沒有交點了 所以你以前才會解不出答案出來 那為什麼加這個小小的東西之後就可以拯救你 其實很簡單 因為整件整個bc之所以會發生的原因是 當你在算density contribution的時候 突然發現右手邊這一地方 事實上不會發散 當lambda等於1的時候 所以你只要讓lambda會發散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把它加回去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根本就完全的高枕無憂 因為在lambda等於1的時候呢 這會有這一項有沒有 那1-lambda分之lambda事實上就是爆掉 所以如果你把這兩項加在一起之後呢 它其實就是爆掉了 所以你根本不管你的n是多少這樣 There's always a solution in lambda 那只是因為它是這樣爆掉 所以當你就是v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時候 你這個最後算出來這個值 就非常非常非常靠近1 跟你永遠有值 所以你在這邊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 就是如果你把這個值算出來之後 你先做一件事 你先把v去進無限大 你就得到我們剛才畫的 被我擦掉的那個box了 你如果算出這個公式出來有沒有 你說欸來我來取 thermal dynamic11 那這一項是多少 這項是變0 所以整個的trick就是說 如果你其實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你就是暫時把v變成 就是keep在那裡 n呢也keep在那裡 然後它們都很大 可是你不要讓它們變無限大 那你最後出來的答案 你就會自然而然的告訴你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ok 所以因為是長這個樣子 於是其實你就很容易去estimate 我們今天可以倒過來去estimate 就是說我的n0會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假設今天我tau大於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今天是tau大於 我現在定義一個東西叫tauC好了 好不好 就是我今天如果n等於nq 再乘上2.612 這個時候它會定義出一個溫度 我把這個溫度叫做 就是Einstein的condensation temperature 那我把它exact寫下來一下 這個東西事實上 nq的話是等於m再乘上 tau Einstein除以2pi h-bar平方的2分之4 3次方的乘上2.612 所以你把這個除過來 之後你可以把tau1解出來 tau1的話呢 事實上就等於 算了不解了 這個你就可以把tau1解出來 那個我今天忘了帶課本來這樣 課本就會告訴你這個最後 以n來講你就會表成什麼這樣 好吧 所以這個是 你最後可以在這裡定義出一個 就是Einstein condensation temperature 那在這個temperature底上 跟在這個temperature底下 這一項會扮演不同的角色 如果你今天 譬如說tau是大於tau1 那個的意思是說 當你今天把這個畫出來之後有沒有 你有加這項跟沒加這項 事實上你解出來的lambda 它都是小於1的 所以你把它解完之後 然後再把v趨近無限大 你會發現你最後得出來就是n0會等於0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 當tau大於tau1的時候 它滿足的公式就是 n其實是等於nq再乘上g的2分之3lambda 這個是你第一個解出來的狀況 ok 所以這個公式事實上 在tau大於tau1的時候 其實是對的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如果今天 tau事實上是小於tau1的時候 那我們已經講過了 當tau小於tau1的時候 你如果只用這一項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滿足整個的方程式 所以這直接反過來告訴你 n0一定不等於0 那n0如果不等於0的話 你應該其實就可以把n0給解出來 那這裡的話 lambda跟n0會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關係式 因為在這裡的話 你已經知道了 n0是不等於0 就是說當tau小於tau1的時候 n0事實上是不等於0 所以就告訴你說 其實你可以先把極限稍稍脫掉 所以這個n0其實就等於什麼 n0事實上就差不多等於v 1-lambda 即使v是finite的話 這個關係式是在volume出現無限大才對 可是因為n0已經不等於0 所以它就告訴你說 這個即使是在final volume的時候 然後這個關係式還是差不多近似是對的 ok 那n0如果差不多等於這個的話 你可以把lambda直接解出來 right 因為這個東西就等於是 1 over lambda-1分之1 所以呢 你把n0v寫過來 然後再把它除過來 所以你就得到1 over lambda-1 就等於n0v分之1 然後就把它加過來 好 所以你最後會得到lambda其實事實上 就等於1加上 n0v分之1分之1 那這個可以被化解 就變成是 n0v加1分之 n0v ok 所以lambda最後解出來是長這樣 那這個 那這個 接下來的化解 是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 你可以直接去把它做展開喔 這個如果你把它展開的話 它最後就會變成是 1 減掉 n0v分之1 好不好 然後呢 這個上面乘一個n 下面除以一個n 所以這個其實事實上就是n 所以你最後會得到這個 very celebrated result 在Bose Einstein condensation裡面 lambda是多少 lambda事實上是等於 n除以n0 再乘上n分之1 這個 是一整個 就是說你最後算出來 數學上面 要能夠推導出來的這個結果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知道 在整個bc裡面 其實即使不是在zero temperature 你的lambda還是怎樣 非常非常靠近1的 它取決的關鍵是什麼 它取決的關鍵是 第一 它事實上是有個1 over n在 1 over n 前面的係數是什麼 剛好就是total density 除以 就是lowest orbital的 macroscopic occupation 它們兩之間的比例 OK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最最最最接近1的時候 事實上是當n等於n0的時候 那當n0譬如說是2分之1的時候 那n除以n0的時候 其實除出來就是兩倍 所以它就會離比較遠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整個bc的face裡面 只要有boss Einstein compensation 你的lambda事實上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1 那它是多接近 它就是1 over n 前面乘上一個係數 這樣的接近 也就是infinitesimally close OK 嗯 好 好 所以這個是在這一邊 最重要的一個結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嗎 嗯很好 那如果大家都沒有問題的話 最後其實就附贈一個非常簡單的東西 就是說那這個n0怎麼隨著temperature開始改變 那那是很簡單的 因為很顯然在這裡 其實你可能已經變成是 對大部分的podical在幹嘛比較沒興趣 對於n0在幹嘛比較有興趣 那我們知道 那我們知道 n事實上就等於 n0加上 nq 對不對 如果今天是 超小於 超一的時候 那在這裡的話 這個g 2分之3呢 就只要帶1進去就好了 因為在 bosal Einstein condensate裡面 對於所有的excited 的orbital 其實事實上 它的lambda帶1 或者是infinitesimally close 其實是沒差的 唯一會singular的地方 已經被我抽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帶進去 那這件事情就告訴你說 n0 事實上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 n減掉 nq g的 2分之3 再乘上1 那你可以把n提出來 它就變成是 1減掉 nq 除以n 再乘上什麼 乘上2.612 OK 那可是這個 很好算 nq除以n 其實最後算出來之後 你知道這個反正是dimensionless 然後nq除以n 然後2.612 當這兩個相等的時候 是發生什麼事 當nq乘上2.612等於n的時候 就是exactly發生什麼事 就是當tau等於tau1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 你自己回家 大家可以用簡單的代數 那這一個nq 本身呢 它是等於 對不起 mtau除以2pi h bar平方的2分之3次方 所以這裡有tau的2分之3次方 它就告訴你說 這一整項最後算完之後 一定是等於tau除以tau1的2分之3次方 所以你把其他地方再造超 再變1減掉 這個再乘上total density就等於n0 OK 所以這個是你一旦知道n0整個會存在之後 你其實不需要花任何代數 你就可以把這個算出來 那這個 again then you will see that it's actually self-consistent 為什麼 因為當tau等於tau1的時候 這個就是1 1-1就是0 所以你知道呢 當溫度從0 慢慢升高 升高到 這個 Einstein compensation temperature的時候呢 你就沒有n0了 那當tau等於0的時候呢 n0事實上就是n that doesn't give you any singularity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畫出來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畫出來 它其實事實上 在這邊是tau 這邊是n0 as a function of tau 它其實從一開始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跑到這裡來 所以在這裡的話 這是tau1 所以在這個 底下 它有bec 在這個之上 它事實上就是normal 就是正常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所有東西其實都還蠻漂亮 可以被解釋的 那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它一整個落下來的趨勢 就是1減掉tau的2分之3次方 它是以tau的2分之3次方 慢慢慢慢這樣掉下來這樣 所以在這邊 你大概已經就可以算出來 基本上對bc裡面 所有的特性你就可以做 它其實是一個 還蠻單純的一件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從數學上來講 是因為你在算total particle的時候 你發現有一項是singular 所以你處理的方式是把它separate出來 然後把後面那項收斂成積分 所以你就有兩項 那有兩項不代表前面這項 最後算出來之後一定不為0 所以當溫度夠高的時候 你算出來 lambda其實事實上不是很貼近1 當lambda不是很貼近1的時候 lambda1-lambda出來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number right 我還是要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你把那項算出來 separate出來之後 不代表它一定怎樣 不代表它一定 就不等於0 so let us back up a little bit n事實上是等於1 over v 1-lambda lambda 加上 nq g的2分之3 lambda 那我剛才其實已經把圖畫出來給大家看了 對不對 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不是只畫這個 而是畫這個 那它因為在lambda等於1爆掉 所以意思是告訴你 n不管是多少 t不管是多少 反正我最後lambda出來一定怎樣 一定有值 那如果你的lambda算出來之後 比如說算出來是0.3或者是0.8負的 對不起 正的 那是μ 所以lambda算出來因為是介於0跟1之間for boson 假設你算出來是0.8 或0.3 或0.9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會不會是 會不會有值 其實很簡單 只要lambda算出來譬如是0.9 那這一項是多少 這就是1-0.9 然後這是0.9 這差不多是多少 這是9啊 這是9啊 那這算出來是9之後 再乘上1 over v 取極限之後最後是多少 那你說你不信 那你的lambda算出來如果是0.99呢 如果lambda算出來是0.99的話 這就是1-0.99啊 然後這個是99啊 1-0.99是多少 0.01啊 然後你再乘上這個就是99啊 99之後再除v 然後取極限還是多少 還是0啊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雖然你很快樂把這一項分離出來有沒有 lambda只要解出來 是一個正常物理學家可以接受 就是不是很靠近1的 所謂不是很靠近1 就是0.9999後面跟著10個9 都比較很靠近1 OK 這已經是非常靠近的定義了 即使是後面跟著一個0.99 你把它算完之後 那個n0最後出來是多少 也就是99 十個9而已 十個9是很小的 十個9出上n 出上total的n最後是多少 就是0 所以你知道說整個trick是什麼 整個trick是 如果你的lambda 不是像這種這樣的接近 而是 不是尋常式的接近 而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是多麼的接近呢 就是當你的lambda 如果 就是很變態的是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nØN0 這般的接近 你把它帶進去之後 這個才似乎是一個不等於0的值 所以你現在其實就知道 其實實質上 數字上你真的最後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是那個溫度以後 其實這一項它才會存在 OK 所以整個事實上就是取極限的問題 好 所以這是有關於Bose-Einstein compensation 它為什麼會發生跟這兩項 什麼時候會在 什麼時候不會在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只有當這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這一項才不為0 這一項不為0 才會有Bose-Einstein compensation OK 所以基本上呢 BC裡面最重要的東西 我已經講完了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哪一個 這一個嗎 沒有 因為 是這一個東西 等於這個 你可以回家順算看這樣 對 因為TAU1的定義有2.6億了 OK 好 還有其他的問題 那最終最終的話 其實 在這邊 BC基本上其實我已經算完了 然後我最後其實只講一個 非常小的一個Limit 其實就是說 這一件事情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它其實是在數學上面 的一個 就是極限交換不相等的問題這樣 也就是你去看一下我們的 Macroscopic Occupation 這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是先把Volume取出進無限大 Lambda再去進1的話 你發現這個答案是0 on the other hand 其實它一整個就是這一個漂亮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把Macroscopic的Fraction算下來 如果其實真的就是說 你不要困惑在這些 有的沒有的事情上面 你的數學其實非常的好 你可以直接一開始就說 我要知道有沒有 Bose Einstein Compensation是什麼 是我Ground state的Fraction 是不是0 那你就可以立刻把那個值算出來 那個值算出來就是這樣 那我就取極限了 那你取極限就會得到兩個值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把它寫完之後 你知道最後Lambda要去進1 V要去進無限大 你把V先去進無限大 這個case是什麼 這個case就是說 我假設Lambda算出來 比如說就是0. 後面跟20個9這樣 0.9999 可是是finite 然後我把V去進無限大 那我根本不管你那個算出來是多少啊 反正你這個算出來只是一個huge number 除上1WV v去進無限大 而huge number divided by infinity is 0 所以你就得到0 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倒過來 你可以說我不要 我先把Lambda去進1 然後我V呢 就是先取什麼 我取一個很巨大的volume 你V取一個很巨大的volume 前面這個1WV就變成什麼 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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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Lambda 可以是10的-23次方好了 那but it doesn't matter 10的-23次方 然後乘上Lambda 所以1-Lambda Lambda去進1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無限大 所以它已經變無限大 所以你後面要取什麼 it doesn't matter 所以它整個的問題是在於 你先問說 Lambda是 你先取了Lambda的值 把V去進無限大 還是你先取了V的值 把Lambda去進無限大 結果你取完之後發現 一個是0一個是無限大 那如果你是數學家的話 通常你就會停在這裡 啊哈 所以這個極限 沒有定義這樣 End of the story 可是我們是物理學家 這是量得到的啊 那1人就量到0 不然就量到無限大 是這樣嗎 不可能啊 所以你知道這個答案 既不是0 也不是無限大這樣 那這答案是多少 這答案有兩個 所以這是很罕見的 你不能把兩個答案 通常物理學家算到 如果有兩個答案 我們最常做的trick是什麼 如果明天就要交報告了 你就是把什麼 兩個答案加在一起除以2嘛 對不對 right 那再進階一點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有一半的機會 是上面的答案 有另外一半的機會 是下面的答案 這是更進階的 那這個是就是bit 你這個物理學家 亂搞數學的極限這樣 這個的正確答案是 當 tau大於 tau1的時候 這個極限我就不再寫了 好不好 這個極限就是1 over v 1減掉lambda lambda 事實上最會去進0這樣 那當 tau小於 tau1的時候 ok 1 over v 1減掉lambda 除以lambda 它事實上是等於n0 它是一個不為0的數目字 所以它其實事實上是有兩個答案的 一個答案就是上面這個答案是對的 另外一個呢就是這個才是對的 那這個n0事實上是介於0跟n之間 所以它不是無限大 所以一直告訴你說 用這一個想法 永遠是錯的 就是先把lambda帶1進去 然後試著去算所有的東西 就是再取 simal dynamic limit 這永遠是錯的算法 ok 這永遠是錯的算法 那 bc為什麼會這麼 迷人 或者說這麼困惑人這樣 這兩件事情有時候是同一件事情 那 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 在計算的過程裡面 如果lambda可以被set成1的話 會造成非常棒的計算上的什麼 的簡單性 所以身為一個物理學家 你就是喜歡把它set成1這樣 所以純粹其實這件事情 之所以變得這麼難解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們數學不好 好 ok 那當你數學如果跟上來之後 你就突然發現 這個背後其實是 非常非常的crystally clear 其實是很簡單的 ok 好 那我notes最後其實 還有再講到一部分 就是occupation number fluctuation 那這個的話我在這邊 就不再講 因為它其實也出現在 你們實體裡面 所以就麻煩你們自己 回家做做看 就是說對Boson而言 一個orbital 它佔滿之後 事實上我們算 Fermi function 跟Bos function 其實是告訴你說 那個opital上面 average particle number 是有多少 可是事實上 它會有fructuration這樣 那那個fructuration 對Fermia 跟對Boson 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然後它事實上 是back to back的 出現在你們的習體這樣 嗯 所以 那個其實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們自己 就回家算一下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上課 就上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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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